大飛行天娜 提出了植物提取文 今天多了很多人不問 問通風 剛才有個女兒主副手 今天問主副手 那也是的了 一時鐘過後呢 我通常來講就是網台 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去問 星期日 國家憲法日座談會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表示 需增強香港人愛國精神 如果要中國憲法真正深入民心 香港 需要完全徹底擺脫殖民統治的影響 這是近年來中共官員首次表明香港要去殖法 中共要消除香港人對港英政府懷念之情 使策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多元性 以及民主自由的西方價值 同樣的特區政府 澳門也曾經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自1999年回歸中國 而葡萄牙文化至今仍受到重視 翻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刊出的論文 不少在宣揚葡國文化和歷史 另外葡文和中文在澳門具有同等的官方地位和法律效率 大部分澳門的舊法律仍然以葡萄牙文為本 現時仍有不少的法律條文 未有中文譯本 澳門不少街道的名字都是殖民地色彩 雖然有人提出去殖化 但是未獲社會和政府設立 2020年澳門市政署 諮詢江門同鄉會副會長陳博心 在市政諮詢委員會會議上表示 澳門市民需要增強國家認同感 建議將澳門某些街道名去殖民化 市政署則表示 目前沒有更改夠有街名的計劃 澳門如果換了街名 找鬼去嗎 是不是 你拆了大三巴去殖化 新馬路 人家一早列為了文物 外牆不能夠拆 你後面怎樣拆都可以 你成棟拆掉外牆 不拆 然後建起來就貼回外牆 在深馬路就是這樣 駱惠寧 公然藐視香港的基本法 香港的基本法 是一國兩制 公然藐視我們國家領導人前的鄧小平 因為鄧小平說什麼 香港 香港只是換支國旗這麼簡單 馬照跑舞照跳 現在你說要隨去隨去殖化 其實很簡單 你做得好就個個都讚你了 那為什麼江澤民死 香港有多少人去悼念他 而當英女王死的時候 沒有錢沒有成 排大隊花車去 這個不是香港人亂值 而是英國人做得比你中共好 這個才是 去殖化 去了公屋居屋去 去殖化 事實上 最重要的人的感情 每一個人都有感受的 中共如果你做得好的 哪一個不愛 但是落到來 好似駱惠寧話頭 走到來 你們不夠愛國 是因為你們眷戀殖民地 那為什麼有殖民地 就是這麼簡單 你把皇后帶到 就轉了 是不是 其實這些就是當日李瑞環說的 香港就是查跡 但是事實上 你們已經把香港 最有價值的斬得七七八八 現在你們去彌敦道 去灣仔兩旁 以前那些危紅光館 都輸出來明信片 別看的今時今日還有沒有 什麼叫做國際化大都會 你把香港變成了中國的其一的城市 這樣什麼叫做一國兩制 當你圍觀知道 連香港的價值在哪裏 你都不認識的話 你竟然是負責香港最高的官員 連鄧小平江澤民 胡錦濤 胡錦濤 甚至 現在我們國家主席習近平 都不敢說去責 去直化這句名詞 你駱惠寧出來說 你代表的是誰 一國兩制還要不要 其實去直化很簡單 不要行普通法 行大律法 取消陪審團制度 交由公安 我認為你犯罪 法庭都不用判 這樣刑事拘留十五天 那你就行 裝什麼國際大都會 其實我最討厭 國際大都會有什麼好 當然中國好嘛 有錢大小 給多少錢的官員 那就可以拿到通行證 做什麼都行 當然是這樣的 我最喜歡的了 是不是 看到女兒對的 有錢放下給公安 接著 夾她到後巷搞定了之後 接著抹一下嘴 挺好 接著交給你 挺方便 不知為什麼 香港分分鐘 有空無事 你知道我肥肥有糖尿病 我腎一般 分分鐘需要換腎的時候 這樣 失蹤十幾二十個年輕人 那我就可以回生 哪一個都不喜歡殖民地 節目做到這裡 拜拜